好 開啟衣裳的技能 衣裳盤他 衣裳盤他 這場衣裳不太聽話 盤他 衣裳靠北你56.5 為什麼盤不到 衣裳 好 蝦香草 OK 蝦皮不要亂 好啦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方舟人事部 維基合約作業項系列影片 影片開始前程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按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漏掉接下來的每部影片喔 另外如果你喜歡無課玩遊戲 想看無課的玩家怎麼打各種高進度的話 那肯請訂閱我們內文連結影片的副頻道 我就放在內文連結裡了 這次的影片來帶各位萌新玩家 打過維基合約等級8 對 很多大老師會說等級8很難 等級8應該很簡單 可是對一些剛入坑 可能一兩個月的萌新來講 等級8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薩克今天用低配打法 來幫各位萌新打過等級8 因為你打過等級8之後 好像就可以拿完所有的黃色三角形吧 沒錯 所以你必須打到等級8 才可以拿完所有的三角形 然後你就可以挑戰更高等級的合約啦 好 OK 那今天先打等級8 之後我再研究等級12怎麼打 OK 那合約tag的話 跟各位解釋一下 基本上建議不要點移動速度 因為如果你點了移動速度的話 敵人移動速度會變快 那低配的火力本身就比較差了 所以如果你讓敵人移動速度變快的話 那你有可能會漏怪 所以千萬不要點移動速度 然後呢也不要點防禦力上升 因為你在低配火力不足的情況下 其實你前面的先鋒 你前面的先鋒其實佔蠻重要的一個地位 而且你的Cocoday 對 你的KKDY要來殺速士跟刀割的話 如果你點了防禦力加50%的話 他們的效率會變得很差 所以這個防禦力也不要點 那你點這個吧 雖然說降低了25%的自然回飛 但是我們這次會上兩個先鋒 所以我們就點這個也沒有關係 那千萬不要點任何有強化系的TAG 刀割的強化系TAG不要點 然後輔割的強化系TAG也不要點 但是你可以點一攻一血 點一攻一血還可以接受 最後我們用不到太多的幹員 所以我們點食人小組 好 OK 那以上就是詞條講解的部分 啊對喔 因為我們是玩高抬流 所以我們重裝幹員跟精衛幹員 我們用不到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BAN掉 那就兩分吧 沒有關係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 我們隊伍解析的部分囉 OK 以上是我使用的隊伍 那這邊跟各位提醒一下 你地靈的話 對 地靈你可以換成其他任意的緩速角 結割是最好的 對 然後當然如果你沒有地靈 你也沒有練地靈的話 那你可以用紫蘭 可是你紫蘭的等級就要滿了 就要精衣55 然後技能等級7 OK 然後呢 再來就是像史杜華德 史杜華德如果你是剛入坑的玩家 如果你有練阿米亞的話 那阿米亞也可以完美的取代史杜華德的利潤 或者是如果你像薩克一樣 不務正夜去練個夜焉的話也可以 當然這個位置最好的還是小羊的2號技能 所以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依桑算是低配陣容當中 就可以提高隊伍容錯率的一個概念 但是依桑蠻看臉的 依桑的話在沒有開技能的時候 他是25%繼續綁人 有時候他25%綁人就跟87%一樣厲害 但是有的時候開了技能之後 56.5%就綁了跟0%一樣 所以依桑稍微有一點點看臉 但是這個陣容已經算是很穩了 所以如果你因為1-3綁不到人的話 你可以多試個幾次 一定會成功 那條香絲的話非常重要 那如果你對你自己的隊伍有自信 對你對你的先鋒有自信 或者是你帶陶金娘的話 那你陶香絲就可以不要用了 但是如果你帶陶金娘的話 為了幫先鋒補血的話 陶金娘就要金2 那我覺得應該對一兩個月入坑的玩家 稍微比較不友善一點點 所以條香絲要帶 那條香絲主要是要他的背動秒回 以及前面幫先鋒撐場 因為前面這個陣容 先鋒在前面需要撐蠻久的 好 最後面呢 這關的主力輸出就是我們的白雪 白雪其實不用金2-50沒有關係 但是我建議這個地方就是越高 等級越高越好 當然白雪這個位置 你可以換成小龍 也沒有關係 還有要帶上快速復活的幹員 力一定要練 至少要到薩克這樣的練度 金1-50然後技能7 最後帶上三隻先鋒 兩隻沙底回廢 一隻自動回廢 或者是像香草一樣的開氣回廢 也可以 那香草這個位置你可以帶青道夫 我覺得青道夫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紅豆的話一定要帶 紅豆建議練到金1-60滿級 之後技能等級要7 因為紅豆在前期可以很輕易的戳死盾 小盾兵 讓你搶很多的費用 好OK以上就是我們陣容講解的部分 至於實際操作的話 我們就接下來進到我們實戰操作的部分吧 OK那基本上我覺得還好 但是就蠻吃操作的 稍微吃一點點操作 開場我們先部署紅豆 攻擊範圍朝右 對 朝右 待會我會解釋為什麼 之後我們開個二倍速 我們開個二倍速 那大家可以發現 小盾兵打紅豆其實不怎麼痛的 即使點了一血之後也是不痛的 那紅豆的攻擊力非常的高 所以其實輕易的刺穿小盾兵的防禦力 好這個地方我們部署香草 攻擊位置朝下 因為這樣才可以打路過敵人 之後呢我們 紅豆技能一有我們就開 一有我們就開 大家有沒有看到 紅豆開啟技能之後 基本上一戳下去盾兵就是半血 那為什麼要朝右 就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紅豆如果你朝下 或是朝左的話 那就會浪費技能了 你就沒有辦法幫香草打到 香草在沒有開技能的情況下 那是很難擊殺小盾兵的 OK那接下來我們先下我們的緩速角 之後呢我們按香草的技能 之後部署使都華德 OK好前面感覺有點拘謹 但是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其實一切都還在計畫當中 其實是挺順的不用操心 好OK接下來我們部署調香師 對不然的話先鋒可能會陣亡 那這邊的話其實不用開啟地理人技能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打得過 輔助角的攻擊力一定要高 練度要高 所以因為如果你輔助角的練度不高的話 攻擊力太低的話 有可能這關就會露輔哥 所以千萬攻擊力要高 好接下來我們下白雪 白雪費用意好我們馬上下 之後紅豆技能有我就開 對有就開不要省 對有沒有回頭幫香草打人 對這就是一定要朝右了 一定要朝右非常重要 好接下來我們下KKDY 接下來我們就不用太擔心 第一次輔哥跟第二次輔哥 他們會站在遠地發呆一陣子 所以沒有關係我們可以慢慢來 好那記得就是先鋒的技能有就開 不要省 因為你省的話也不會升利息 好開啟之後我們放衣傷 對這一關你就拜託拜託衣傷 對就是拜託衣傷特別會綁好不好 請衣傷就是多綁一下 盤他啊衣傷盤他啊 OK 那如果你怕輔哥會漏的話 你可以開輔助的技能 沒有關係 OK盤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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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傷是我大爹 對衣傷是我大爺 感謝 好OK 好這邊呢 因為我們沒有點反狙擊的關係 所以呢 一定要提早下特種幹員 不然的話 你的可口大可能會被速師射死 OK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如果再點上去點到二血或二攻的話 低配可能就稍微比較不穩定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不會這麼做 我們寧願就是增加自己一點點操作量 沒有關係 好一樣先鋒一技能有就開 沒有問題 好這個地方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如果你覺得 如果你覺得就是盾牌兵 重盾兵再加上大撲克一起過來 你處理不掉的話 那你可以開啟白雪技能 其實這一關最難的地方 就是你在判斷白雪開技能的時機 跟衣傷開技能的時機 兩個盡量不要同時開 因為這樣子可能會導致你在後面決戰波的時候 輔哥重盾兵刀哥一起來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技能可以開 那如果你的衣傷對 你的衣傷不給你面子的話 你綁不到人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漏怪 非常危險 好像這個地方我們判斷一下 你就可以稍微判斷一下 你要不要開白雪的技能了 有沒有 我稍微持放了力之後 OK 就打一下 我覺得開一下好了 對開一下好了 因為我覺得不太妙 對 低配就是這樣 低配火力就是會有點不夠 這是很正常的 這是非常正常的 好 OK 一傷盤他 一傷 對 好 OK 好這個地方呢 請你在清完掉這一波小盾兵的時候呢 把你的兩隻先鋒都撤退掉 很重要 這個操作非常重要 因為這會關係到後面速勢 接二連三出來的時候呢 你可不可以有時間下你速勢 好這個地方呢 我們 對我們可以先撤退掉紅豆了 先撤退掉紅豆 沒有沒有 紅豆技能還在開啟當中 我們先讓紅豆多打一下 附屬特種幹員 好 撤退 撤退 很重要 一定要趕快撤退 不然你接下來就沒有時間可以下檔人了 你後面可能會被速師打 然後你就崩盤了 很危險 好 OK 盡量如果可以的話 技能能不要全開就不要全開 除非是後面決戰波的時候你再全開 OK 因為少一個技能其實都會影響到隊伍整體的勝負 好 那這個刀哥你就把它放過來吧 因為我們沒有點強化TAG 所以刀哥其實是挺軟的啦 他被可可打又丟糖果丟到死啦 對沒有問題 OK 好 哇 好這個地方呢 你就稍微判斷一下 我在這邊建議的話 是各位請建議各位開個白雪的技能 對開個白雪的技能 會比較好一點 開下去 然後開下去 然後地連技能也要開 地連技能也要開 這邊就是為什麼你輔助角的傷害一定要高 不然你輔助角傷害太低的話 有可能這一波就擋不掉了 好 非常危險喔 OK 好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沒事沒事 穩穩穩穩的穩的穩的 還可以 還在可以接受範圍內 還在可以接受範圍 帥啦 一傷盤他 一傷盤他 盤他一傷 好這個地方你請你部署你的香草 對去擋住這一隻敵人 開啟一傷的技能 對 因為太多了擋不住了 擋不住了 太多了太多了 OK 這就是低配的問題 低配就是會面臨到火力不足的問題 你這很正常 好這個地方請你部署你的沙迪回背先鋒 去擋這隻術士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前面大概30波的時候 要撤退兩隻沙迪回背先鋒 我們要撤退兩隻先鋒的原因 就是因為如果你沒有即時撤退的話 你這隻就擋不到了 好 OK 開啟 對 不死我們的力 低配就是這樣 低配的火力不足是很正常的 低配的火力不足是很正常的 請各位就是承住器 每一步都很重要 因為你打低配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其實上個後面還是建議大家如果有高配的角色就下了高配的角色 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這個地方呢 開啟白雪的技能有就開 不要再省了 因為這已經是最後的決戰了 我們就開 不要省 好 好那如果你怕這隻會漏的話 你可以下你的 你可以下你的角色去阻擋他 對阻擋他 不要讓他輕易的靠過來 對阻擋他 不要讓他靠過來 這樣子也是幫衣商爭取開技能的時間喔 爭取衣商的CDR OK沒事了 哇有沒有看到你的生命中力小姐給你 各位萌新練力啊 力一定要練啊 好不好 力一個人擋兩隻啊 好開啟衣商的技能 衣商盤他 衣商盤他 好這場的衣商不太聽話 盤他 衣商靠北你56.5% 為什麼盤不到 衣商 好 蝦香草 OK 蝦皮不要亂 好啦 以上呢就是 對 對就是 危機合約8的 低配通關影片 希望有幫助大家 SARC後面稍微比較激動一點 沒有辦法 因為有的時候就是他們為什麼盤不到 56.5% 一拜以上 衣商 OK 好啦 但是你如果要 真的如果要容錯率的話 你還是得上衣商 那衣商不用金二滿級 沒有關係 你不用金二 你一直需要金一 60就好 又死 然後技能的話 技能2要等級7 因為這樣才有2.5倍 2.5倍 56.5%都盤成這樣子了 如果你不點高的話 你覺得他盤得到人嗎 我覺得盤不到啦 好啦 OK 那趕快分享給那些 對 就是對合約卻步的新玩家吧 其實合約等級8 沒有那麼難 那沒關係 薩克會盡快研究等級12種大 敬請期待 好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